一名男子在台中的超商前方东张西望 扣子的后方竟然还露出了一大跌的千元大钞 警方觉得他行迹可疑立刻上前盘查 想不到他立刻拔腿就跑 最后警方发现这名男子是透过了 偷讯软体认识诈骗集团当提款的车手 警方追捕这名诈骗集团的车手 嫌犯还脱下了上衣企图脱逃 不过还是被警方制服 由于嫌犯在超商前徘徊观察地形 裤子后方还露出一大跌的千元大钞 被远警发现行迹可疑 于是等嫌犯提领完现金之后上前盘查 没想到嫌犯拔腿就跑 原来这名嫌犯透过通讯软体认识了诈骗集团 并且受雇担任专门提领贓款的车手 身上除了有两张迎联卡之外 还有9万多元的现金 超商门口都会刻意的放慢速度 然后观察超商东内的状态 那同仁以他过去执行的经验 直接反应可能是这部车有问题 不过诚信嫌犯公称 他以前就曾经担任过车手 这次再度应征 是以每张卡提款就能够得到500块钱的代价 受雇于诈骗集团 目前只提领了三次 就被警方逮捕 记者唐琼 赵正林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OLU